台北捷運找到要推出 判定一天的全部轉用電車 車收來都有借全部規則 而且有這個手衣跟全部行為混練主臺規範 很高興一位主人大體領館 享受多捷運 不用比官員在裡面 能在車收裡面自由探索無受骨骯 為行應更多的全部人 台北捷運在找到台北推出 直接判定的全部轉輸的車 欠很多人帶全部來參加 在那個籠子裡 不能讓牠露出來 現在今天嘛 就今天這一節 牠可以讓牠出來走走 非常的特別 對 而且牠們都很開心 可惡婚禮 婚夫盡量減酒感照 全部轉車 跟我跟鳥是 婚姆坐在不一樣的車收 車收裡面也有全部來攢索 又配置一個親家情緣隨車為好 又有全部行為混練所及受醫 在車收台邊 如果有這樣子的空間 貓咪可以自由活動的話 牠就會覺得可能出來了 是一件比較舒服的事情 不用一直關在家裡面 彼此不熟動 還是有可能會有攻擊 或者是打架的行為 那我們可能就是提供中間的協助 除了折瘟通部轉車 台北市四月十一開始 也要增加市場 平常是日本市場優勝給我公車就說 後主人在平常是能賣別人 帶中大型的狗仔擲公車 畢竟現在台灣養寵物的比例非常高 平均每四戶到五戶就有一座養寵物 如果今天能夠開放這個飼養寵物來搭公車 不管對市主也好 對毛小孩都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政策 我們主要的目的是除了載人之外 也可以讓狗跟人有個親近的空間跟機會 我想這是一個趨勢 總部團隊表示這次開放的通物六地 一分 轉車就一班 而且要首先報名先行 還限定十五公斤以下通物參加 跟民眾在台東中通物車 相以為有些落差 希望市府比來也有更加完成的規矩 只能讓更多無車的家庭 除了全部出門更方便 記者總合佈多